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读写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新篇章 这天清晨 护育员胡松青乘坐执法船开始了一天的巡护工作 他和队员们负责长江干流约60千米水域的进步政策宣传 水域日常巡查等工作 在成为护育员前 胡松青已在长江度过了26年的捕鱼生活 不仅吃住都在船上 收入也不稳定 自2019年12月1号起 长江十周段实行全面禁鱼 胡松青也洗脚上岸 开始了护鱼之路 以前我们在捕捕的时候 鱼民也很多 捕捕的话 天天都靠着长江吃饭 来捕的鱼的准点减少 从今年来干的话 这个鲸鱼确实有好处 我们在开船的时候 鱼都往船上跳 很多的鱼 跳的全程到处都是的 这个鲸鱼确实起了离干经营的效果 长期以来 由于无需利用和过度捕捞 导致长江不堪重负 长江渔业资源激进枯竭 生态环境十分严峻 引导鱼民退补转产上岸 便是扭转长江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的关键举措 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 关于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 长江流域重点水域进补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 一个个相继出台的政策 为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修复指明了方向 2020年1月1号起 长江流域332个水生生物保护区 已按期实现全面进步 从2021年1月1号起 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将实行为期十年的进步 长江进步以后 污染源减少了我们的水生动物 生产的环境 发现后代的能力得到了保障 同时它能对长江的水体起到一定的改善作用 这些环境的改善有利于我们长江经济带的发展 如今越来越多渔民结束漂泊完成上岸 根据渔民年龄结构 受教育程度 技能水平等情况 各地制定有针对性的转产转业安置方案 拓宽就业渠道 随着长江沿岸不断加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系统治理 源头治理 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转折性变化 在发展中保护 在保护中发展 这几年长江经济带沿线越来越多城市 立足本地走绿色发展之路 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这里是长江上游 金沙江的中段北岸 11月中旬 芒果已过了采摘季节 71岁的果农王道相 正在给自家芒果树修枝检业 他种植芒果300亩 是附近种植面积最大的果农之一 华平县曾经是云南省重点产梅县 生态环境恶劣 当地政府为进行产业转型 保护生态环境 号召百姓 种植适合本土气候条件的芒果 王道相就是响应者之一 我们家没种芒果之前都是比较荒凉 都是有些荒泼泼 芒果种了以后就处存了 就是被这种芒果覆盖了 自然环境就改变了 过去 华平县全县财政70%以上 直接来源于煤炭产业 现在退出煤炭 发展生态种植 带来的不仅是环境的改变 也为当地百姓找出了一条致富新路 把这个金沙江沿线的这些荒山荒坡 立化起来以后 达到了这个生态效应 和这个经济效应的双赢 到现在为止 这个华平县芒果种植面积 达到这个40.2万亩 这个种植面积 积这个前省第一 积全国第三 这个产值23.9亿元 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长江经济带沿线许多地区 正在通过重构产业发展格局 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完善区域合作机制 形成自然资源 能源节约的消费模式 和生态环保的经济增长方式 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的阳口港 地处长江口北溢 地理位置优越 航道条件得天独厚 依托三平方公里的阳光岛 发展LNG产业项目 阳口港在传统产业基础上 正开展绿色产业升级 全力建设全国最大的LNG能源岛 将有效满足江苏省 乃至长三角地区 日益增长的天然气需求 我们要把传统产业向高端化去发展 我们甚至把绿色生产的要求 在项目落户的过程当中 写进合同 写进纪要 写进文件 要求企业和政府 双方制约共同实现这样一个 绿色发展的目标 我认为真正要形成高质量的发展 就是一个我们具有强劲的动能 具有内在的自主创新的活力 并且具有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 强劲的市场增长的 这种类传动能的 这么一种经济发展的方式 经济发展的模式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离不开科技创新的力量 以高水平创新 可持续创新为发力点 已成为长江经济带各省市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布局 在重庆两江新区 曾经的切莫农田 变为如今的现代化新城 科技智慧制程的脉络 正在舒展开来 在江西上扰 一批高科技重点企业 落户经开区 产业集群 产城融合 产融结合 和产效融合战略 加快实施 在湖北武汉 一座座老建筑 在保护的基础上 与现代产业融合 传承文化的同时 使其重换生机 我们从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 这五个方面中 长江经济带的求神二世 都应该是可圈可点 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产业基础 战略资源 人才要素和开放的平台 我个人认为长江经济带 应该是迎来了 新额的发展的大好时机 走出一条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长江经济带必将焕然一新 犹如活力四射的巨龙 成为引领中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